大群寶家 誰才是行家 我是主持人 季宇 那今天呢 要跟我們一起來看看 自己寶物到底價值的多少 這一位來自台中的江先生 他說呢 他是曾教授的粉絲 沒錯 他今天除了帶古董來 他帶了好多本曾教授的書 一定要到曾教授親筆簽名 所以今天其實 我覺得應該會收穫不少 因為除了可以知道自己 過去是當木工 但是這些收藏 他是有信心的 因為都是透過熟人領進門 所以買到的相信會非常精彩 首先先來歡迎我們的 超強大鉛定團 那就是我們的 台灣師篇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曾素良 曾教授 教授好 大家好 當然還要歡迎今天遠逗而來 從台中來的江先生 江大哥 你好 你好 主任 你好 好 江大哥 我知道其實你本來做木工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的一般印象當中 做木工 但是卻喜歡收集舞董的比較少 你是怎麼樣開始收集音樂機會 從小就有收集郵票 郵票上面又有一些 像紙器 玉器都有這樣 是因為有票 後來又做木器 也到故宮看過一些 因為想要做一些外銷嘛 對 然後後來又接觸到這些 看到教授的書 你今天帶的第一件寶 為什麼會跟曾教授有關係 因為看到有書裡面有淨瓶 淨瓶 淨水瓶 所以教授這邊 看到紅綠材 一般都是那個白錠 淡色的 但是這個紅綠材好像比較少 就覺得好奇 所以你看江先生算是一開口也算是 的確書是有認真念的 有 有認真念 所以當初這個淨瓶 你在哪裡買的 淨瓶就是 也是 就是他們專業帶過來的 帶過來的是不是 所以當初是買多少錢 買 幾萬塊 那我看了 我們剛剛在聊天知道說 是有同事 在做這個股東買賣 因為這種東西 如果看起來就有上中的時候 軍手人他還是知道 甚至於比我們更認識他 要賺多少錢 好 所以他說 我新來朋友 帶我去買了幾萬塊 也是幾年前買的了 他想要先來看看這個淨瓶 十幾年有 十幾年有 十幾年前的幾萬塊 差不多十一二年應該 十一二年前 幾萬塊錢的淨瓶 現在到底價值多少呢 請建價 為什麼 是這樣子 既然那個受我影響 買不濃 那我要幫我們解釋一下 要 要不招 我們來求一個真相 然後慢慢進步 這個淨瓶 我們看這個淨瓶的歷史 很好玩 這個淨瓶 我想您很喜歡買 是因為他很稀少 因為淨瓶本身是出家人 在使用的 他本來是從印度一路 跟隨著佛教 重到中國 這個淨瓶主要是 他裡面放了一些水 對 就是出家人帶著淨瓶 他是在飲食用的 同時他也可以做法式的時候 可以用淨瓶來做法式 但是為什麼價錢會跟 我們想的有點落差呢 是因為這樣 我們先把淨瓶先了解說 他其實是比較稀有的 對 因為他是出家人的東西 不是一般人使用的 不是民間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圖片 然後我再來分析這件的 好喔 因為我們總要知道原油嘛 對不對 來看看 教授比較專業 是 比如說你這件 淨瓶就是這個 你這個樣子 形態很像 唐代的時候的淨瓶 是 唐代的淨瓶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一件是唐代的 但是紅綠彩的出現 應該是在南宋左右 就是金圓 南宋金圓 這個時候出現這種紅綠彩 宋家彩 就是紅綠彩 所以這個之間是有落差的 這是唐代的東西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就是宋代的淨瓶 就變成拉長 是 宋代的整個審美不一樣 所以他的淨瓶就變得比較修長 你可以看到淨瓶的改變 然後宋代的淨瓶 因為佛教也更為興盛 所以他的淨瓶就出現了 很多種美麗的造型 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北宋的淨瓶 然後我們看你這一件 對 在氣型上是 應該是唐代的 但是你的紅綠彩 應該是南宋以後出現的 所以它直接有一個時代誤差了 對 那我們看那個顯微照片 這個紅色是非常的平整 因為這種這種赤鐵礦 這個是赤鐵礦的粉末去調的顏色 對 這個是你的 你的紅綠彩的那個底 就是你這個白柚 對 這個白柚 通常這個白柚也是很容易裂開的 對 可是你看你的那個底色的那個 完整 沒有裂 沒有裂 所以表示它這件的老化是有問題的 再加上前面我們跟您講的說 對 這個紅綠彩是南宋以後出現的 再加上後面你看這個底 這個底沒有老化 它只是做舊而已 做了一個白白的那個泥土 把它敷上去而已 所以這件就不對了 這個是現代做的 現代房品 現代房